全面配合建立桌边邻国等预优官方 实施参与独立有效的长期国际监察安排 切实防止核污染水排海 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在这一关乎国际公益的问题上 日方应严肃对待国内外的正当合理关切 采取负责任建设性态度 走善处理 中国国家主席 在中南海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放为会晤 两人就共同关心的 进行深入交流 在乌克兰 也深入交换了意见 梦下时节的中南海 水光烈焰 习近平 迎接普京 两国元 在轻松的氛围中 就共同战略性问题 进行深入交流 习近平指出 当今世界 有之大变局 进入新的动力 面对不断演进的国际大变局 中国始终保持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克服各种困难挑战 努力 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 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一道 合作 引领全球治理正确方法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和平和共同发展 中国发展势不可挡 没有任何 是中国发展进步 俄方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促进国际公平正义 推动 平等和多极化的世界 就乌克兰危机问题 深入进行 习近平阐述了 中方疑问 为推动政治解决 乌克兰危机 强调处理任何 要治标也要治本 既要 长远 并指 他提出 安全倡议核心是 中和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 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根本之策 均衡有效 可持续的 架构 中方支持 俄乌双方认可 各方 公平讨论 所有方案的国际 推动 早日政治解决 乌克兰问题 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俄方有关看法和立场 俄方赞赏中方 在乌克兰问题上 观 公正 平衡立场 为政治解决 乌克兰问题 要建设性作用 俄方致力 谈判 解决乌克兰问题 诚意 并就此 同中方 进一切沟通 习近平同普京 习近平表示 这些 进行了多次会面 没有 坦诚 深入 富有成果 普京继续保持紧密联系 关系发展 把握好方向 和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为两国人民 带来更多服务 世界安全稳定 做出积极共同 普京感谢习近平热情 愿同习近平 继续保持密切 好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 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拉借中俄博卫会之核信 会以合作互信基于 俄罗斯总统普京 与俄方25个出席活动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 在两个国家中俄关系 一步一个脚印 以实实在在的合作成为 人民 今年是中俄 2010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以更加的发展前景 习近平 经过多年培育发展 中俄博卫会推动 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品牌 希望两国各界充分利用本地 深入交流 共享机遇 将近中俄互利合作 添砖加 和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注入新动力 凤凰卫视 第八届中俄博卫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开幕 俄博卫出席开幕式 并发表致辞 高水平合作成果 亮相博览 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 增强 普京表示 前一日他与中国国家 会谈当中 详细讨论了俄中多样的前景 两国将持续扩大 优化商品结构 增强 的多样性 普京表示 可靠地 确保了能源安全 将继续为中国经济发展 提供 能源供应 俄方支持中方 本土化生产 愿美中方 投资 共优惠的政策 他指俄 需与中国东北三省合作前 请中方伙伴 参加 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 做事宜 中国 韩正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等 第八届中俄博览会开幕式 日子总表示 中俄两国将 增加跨境贸易 首先宣读了国家主席 习近平向 博览会发来的贺信 韩正 他表示 高水平的 是两国关系的建设基础 文化年开幕 两国将继续 交往 在科技投资 速度 扩大合作 加强农业 以及 确保粮食安全 配动 中俄合作的前沿 未来也会继续 调益 中国 17日在哈尔滨 与俄罗斯总统 也会晤 韩正表示 竟然 市头良好 相信在中俄双方 两国合作 一定能够取得更多成功 他表示 他同习近平主席 进行了 充分有效的成果 为两国 展出长远规划 访问取得 韩正和普京 随后一同巡视 中俄企业代表 当天向韩正 演展的企业 据报俄罗斯 会上设置展位 展示俄罗斯 现代文化发展 以及与中俄双边合格 第八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 互信机遇 由中国商务 等人民政府 俄罗斯经济发展 工业和贸易部 共同举办 对市场 置于俄罗斯 国际 省区 市和央 农江振兴等 10个领域的 5000多种产品 俄罗斯 普京今天在 哈尔滨 出席 中俄博览会的开幕式 普京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宗正教 首母护教堂 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参观 并且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博物馆 在哈尔滨部上留下赠言 住院 和科学的发展中取得 并对哈工大参与中俄 表释感谢 普京又与展出的 并听取有关中俄航天和 哈工大前身是中俄 工业学校 目前是中俄 特别在火箭研发 和计算机等方面取得卓越 对中国航天事业发展 做出 哈工大也是中俄工科 记者之一 见证了中俄在 发展合作 普京 发表讲话并回答学生 普京表示 在中俄元首会谈 指出 科学和教育领域合作 中俄关系整体发展中 占据优秀 指出 在许多高科技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完成 中俄两国联手合作 特别是两国 由航天领域合作方向 哈工大是中国核能 公共 许多哈工大的毕业生 都 在田湾和徐大宝 合作项目 又指中俄中俄建设 都正在按照进度 在参观 守护教堂期间 教堂时 普京及随行人员 介绍了教堂 普京将一尊 非人 的救世主圣像 转交给 圣母守护教堂 是哈尔滨 唯一一座 还在 中俄的东正教教堂 逢宗教节日 举行祈祷 17日早上 军烈士纪念碑献花 悼念 战斗中牺牲的苏联士兵 坐落于哈尔滨南港区 一场西侧 是苏联红军指挥 45年11月 为纪念在 犯下的苏联战士 而修建 是哈尔滨一类历史建筑 中央卫视综合报道 今天将结束访华行程 最新的 在哈尔滨现场的 本台特派记者 后 伍伍您好 晚上好 田同 普京在离开中国之前 举行计划 的消息带给我们 是的 田同 普京刚 他在中国的最后一场活动 是与 多斯记者 进行了一个 间断的简划 记者们关心的 第一个问题 我们刚刚的 中俄的领导人 在会晤当中 谈谈 特派记者的问题 普京在回答 记者提问的 中方是诚心诚意的 特派记者 特派记者的 特派记者的解决 能够感受 特派记者的诚意 同时 他也表示 特派记者 进行和谈 但是到目前为止 而 特派记者 收到在瑞士 要举行的 特派记者的邀请 希望能够各方 来进行和谈 这也是中方领导人 在会谈当中 反复强调的 各方有 得到均衡的保障 另外一个问题 制裁问题上 普京的多 强调的 美国的制裁 西方的 解决问题 同时 他还指到 对中国和 俄罗斯产品的制裁 也必然 美国的通胀增加 这是一个 必然的 能够有更多的 保证 贸易的因素 和错误 制裁只会 给全球经济 这是他 这场记者会的 一些内容 普京可以说是 结束 四次中国的 国事访问行程 大家非常 就任第五个任期之后的 首次外访 并且到斯拉夫国家 访问之后 再到 直接到中国访问 打破了过去的 这两天的行程 虽然 时间非常短 日程也是很 节奏非常快 安排了 比如说 今天在哈尔滨 行程 一直持续的傍晚 活动不断 一边的一个行程进程 都是访问行程 两天的时间 第一天在北 中方的领导人 是高屋建领的 从这 推动双方的 关系发展 而在 大家实时的目标 很清楚 要推动 基本盘的稳固 就是人为的交流 天通 各位带来的最新的情况 对于中国16日 发表了深化 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联合声明 三次提到美国 美国白国 双民对于美国的批评 并且表示 最相比新的 中俄声明 没有新的声明 美国白国 16日 试图淡化 中俄 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 联合声明 声明对美国 为维持自身 绝对军事优势 而破坏战略 稳定的企图 表示严重关切 反对美国通过 扩大军事力量 和拼凑军事集团 改变东北亚地区 力量平衡的 霸权行径 并指出 美国借口 同其盟友 开展明显 针对中俄的联合演习 着手采取行动 在亚太地区 部署陆基中岛系统 我们没有看到 这种新的 我们从这两个国家 从这两个国家 我们都很清楚 而这不是我们 我们从英国 你听到G7伙伴 你听到NATO 我们都已经听到 我们都已经听到 所有的 我刚才提到的 我们都很清楚 在确认 我们都能够做 我们都能够 给亚太坏人 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政府不断 对中国支持俄罗斯 发出警告 在普京访华前夕 拜登政府 多位高级官员 纷纷表态 对中俄 密切增进的关系 表达极度关切 2024年 北约峰会 将于7月初 在华盛顿举行 预计俄乌战争 以及中俄关系 将会是各方 关注的焦点 凤凰卫视 王宾如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有关福岛排放 核污染水问题 中俄在联合声明当中 敦促日本 接受国际检测 并对排海问题 表达严重关切 日本政府周五称 中俄使用了 核污染水一词 日本对此表达抗议 中国和俄罗斯 在联合声明中称 中俄两国对日本 向海洋排放 核污染水表示 严重关切 要求日本以负责任的方式 处理这一问题 接受国际检测 孙众有关国家 开展独立检测的要求 日本政府周五回应 核污染水的措辞不符事实 日本已通过外交途径 向中俄表达了抗议 この共同声明が発出された直後に 外交ルートを通じて 中国側 ロシア側双方に 抗議を行いました 関連の国際安全基準に 合致しており 人及び環境への影響は 無視できる程度であると 結論付けられております また放出開始後も モニタリングしたデータを 迅速かつ透明性高く公表しており 科学的観点から 何ら問題は生じていない という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 これらの点については 広く国際社会からの 理解と指示が得られて 認識をしております 日本自17日起 已開始第6次排海 到6月4日 这次排海总量 将达到7800吨 日本称 放射性物質分析結果显示 这批排海的核污染水 符合排放標準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辅导排海 批評日本的做法 違反国际法 危及海洋生態 要求日本停止 这一错误行為 鳳凰威士 李淼 沈金正盛 日本東京報道 歡迎回來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17日就斯洛伐克 总理菲佐 遇袭受伤 向其至慰问店 李强表示 京西总理先生 日前遇袭受伤 他深感震惊 仅向菲佐 表示惩治慰问 希望他早日康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部长王毅 17日在北京 同坦桑尼亚外长 马坎巴举行会谈 今年是中坦建交60周年 王毅说 中坦双方要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推动双边关系 更上一层楼 王毅周五 在钓鱼台国宾馆 欢迎坦桑尼亚外交 与东非合作部长 马坎巴 今年是中坦建交60周年 王毅说 中方始终把坦桑尼亚 作为中国对非洲外交的 优先方向 你曾经援引一句中国的念语 叫做路遥之玛丽 日久 见人心 这确实是我们60年来 有意的一个 生动的写照 同时中国还有一句故事 叫做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那么这意识着我们今后的 更加光明的未来和前景 我们要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马坎巴说 多年来坦中关系 一直通过高层互访 和相互支持得到加强 具备坚实的基础 希望在新的起点上 不断巩固双边关系发展 他并强调 坦桑尼亚始终坚定支持 中国的核心利益 近期在坦桑尼亚召开的 中非智库论坛上 50多个非洲国家学者 和中国同行一同提出 中非达雷斯萨拉姆共识 王毅说 这一共识表现了 全球南方的共同心声 中国愿同坦桑尼亚 共同扩大这一共识的世界影响 在全球问题上 马坎巴说 坦桑尼亚和中国有共同的立场 双方都一致认为 需要建立一个基于相互尊重 和开放透明的全球秩序 坦桑尼亚将始终在国际场合 为中国仗义直言 两国可以始终相互依靠 相互支持 凤凰卫视 周嘉信刘建 北京报道 中央军委委员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 刘震丽 15日同英国国防参谋长 拉达金举行视频通话 双方就两国两军关系 国际和地区形势等交换意见 就加强两军交流合作 进行沟通 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 领导16号晚应约同美国助理 国防部长视频通话 中方指出 在两国元首战略指引下 中美两军加强沟通交流 为两军关系注入积极因素 局面来之不易 值得双方珍惜 两军应坚持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这才是正确的相处之道 中方强调 美台军事勾连 台独势力分裂行径 是破坏当前台海稳定的主要乱源 中国军队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坚定不移 美方插手 怂恿代理人在南海搬弄是非 挑起争端 中方维权行动完全正当合法 美方部署 陆基中岛 严重危害地区安全 如果一意孤行 必将遭到中方坚决反对 双方还就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 美国陆军近日将发射 战斧巡航导弹的提风系统 运抵菲律宾 并且参加军事演习 有媒体称 中国轰6K型轰炸机近日出动 是对此事进行的回应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小刚 对此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 扰乱全球战略安全稳定的行为 将采取有力措施 维护自身安全 美国在菲律宾部署陆基中程导弹 严重损害中国战略安全 严重威胁地区国家安全 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对此多次表达 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 近年来 美方在军控领域不断毁约退群 破坏军控条约体系 对全球战略安全稳定 造成严重冲击 有关国家 甘当霸权工具和马迁卒 为他国部署极具冷战色彩的 战略性进攻性武器 只会给自己增加更大的安全风险 我们遵促美方 正是地区国家安全关切 停止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危险举动 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 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菲律宾海警17号发布消息称 当天扣押了一艘悬挂 塞拉利昂国旗的商船 根据了解这艘船只在菲律宾 三苗里市省盛费地区镇被扣押 船只是由7名中国人所控制 那么当地的海岸警卫队检查船只之后 声称缺少了一些必要的许可证和其他文件 包括船员的名单 我们再来看中国德国商会首届ESG论坛 17号在上海举行 并且发布在华德企2024ESG时间报告 德国商会表示将持续增加对华投资 同时并不认可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 中国德国商会首次举办ESG论坛 致力于积极参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报告调研了22家在华德企 强调了气候变化 资源匮乏和透明智力等挑战 德国商会表示 德国企业有技术优势 可以帮助中国实现碳达峰碳综合的目标 而德国企业也对投资中国有信心 近期美国白宫宣布将大幅提高 电动汽车 芯片和医疗产品等一系列 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 其中电动汽车关税提升至102% 马明普表示 德国商会反对这样的做法 当前欧盟正在进行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 一些政客鼓吹欧盟应该跟随美国的政策 但德国总理索尔茨警告 保护主义将令一切变得更昂贵 呼吁不要效仿美国 对中国产品施加高额关税 凤红卫视 黄达亮和超 上海报道 欢迎回来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 17日继续考察澳门 并来到里岛区 对于这里的基层民生 中医药产业发展 还有旅游项目进行调研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 考察澳门行程第五天上午 来到里岛档仔 和八名里岛区的社区服务咨询委员会成员 喝早茶交流了解区内民生 从一些无论是医疗教育 和一些社区经济等等 各方面都有和我们进行了 很深入的一个交流 下主任也都在会上 也都和我们去分享了 一些无论是内地 又或者是澳门的一些情况的交流 还有在一些社区的建设上面 也都勉励我们继续配合好 特区政府的工作 下午夏宝龙主要考察 区内大健康产业发展状况 和各类人才培养情况 他先后来到澳门科技大学和澳门大学 其中在澳门大学 考察了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科研项目展示区 澳门大学武怡孙图书馆古籍士等 下主任提到我们有六大的优势 包括刚才提到的爱国爱澳的传统 而且澳门我们也都有国家 给我们的一些政策 例如说在深合区里面 我们可以在深合区里面 去办我们的澳门之大学校 未来也都希望我们的高等院校 在深合区有更大的发展 随后夏宝龙前往澳门协和医院 这是内地和澳门特区 在卫生健康领域的重要合作项目 大海道临近的南越科技园 进一步考察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和澳门本地品牌 南越科技园还有不少诸澳中资企业 以中医药产业为主 他们的发展有助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 此外 夏宝龙还前往位于 离岛路环的天然海浴场黑沙海滩 考察旅游项目 凤凰卫视 张又仁 邓亮堂 冯志雄 澳门报道 有关夏宝龙澳门考察的更多消息 马上连线本台特派记者张又仁 又仁 你好 天通 你好 来 我们总结今天的考察行程 明天行程还有哪些关注的重点 好的 天通 中央港澳工作 办公室主人夏宝龙 今天考察的行程有两项重点 其中一项重点是澳门本地的 中医药大健康产业上下游发展的情况 他今天先后前往了澳门大学 澳门协和医院 以及南越科技园 这三个地方分别都不同程度地 参与到了澳门中医药的研发应用 以及商业化当中 从中也可以大致地梳理出一项 澳门本地的中医药产业发展的产业链 这样大致的情况和雏形 有相关的业界人士告诉我们 他们希望能够进一步发展中医药产业 未来把中医药可以推广和应用到 更多的普宇系国家 东南亚和欧洲的国家 除此之外 另一项今天关注的重点 就是澳门离岛区的旅游资源和项目 比如说我现在身处在澳门离岛区 陆环这里的黑沙海滩 这是他们今天考察的其中一个项目 这里以黑沙和天然的海域场闻名 有不少的市民跟游客会经常过来这里 晒晒太阳逛逛沙滩 而这附近呢 还有让非常多来澳门的旅客都很熟悉 也很嘴馋的安德鲁弹塔 还有他在附近的一个荔枝挽救船场 刚刚改造而成的一个休闲旅游地 那刚刚在所有的行程结束之后 也有官员表示希望进一步的发展旅游业 能够擦亮澳门世界旅游休闲城市的名片 那明天的行程我们也会继续关注 先将时间交还给田同 好 谢谢有人带来的梳理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夏宝龙的七日澳门考察调研期间 强调要齐心协力把澳门国际大都市 金银片擦得更亮 有澳门企业家和媒体认为 澳门定位为国际大都市 是中央政府对澳门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充分肯定 夏宝龙14号考察澳门中华 澳门总商会并与企业家代表驻谈时强调 要齐心协力把澳门国际大都市金银片擦得更亮 澳区全国人大代表 澳门共商联会会长何敬林说 国际大都市金银片表现了澳门家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杀 由今已经成为一座国际大都市 澳门市联通国际 尤其是普与西国家的窗口 我们澳门一个国际大都市 不是在乎地方有多大 不是在乎人口有多少 是在乎作用有多大 我们国际大都市的金银片 第一是我们一定要做好我们自己澳门 经济的适度多余 我们要更加好地融入了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 这些是作为经济 或者工商界别 或者是我们社区民意 我们的社会人士 都要更加好地去融入整个国家的发展大局 何敬林认为夏宝龙选择在商会和企业家代表座谈会上发表重点讲话 反映出国家对经济发展十分忠视 从我们大家的人的团结去将这个工作去做好 首先必须拼经济 经济的发展 如果经济一日不发展 我们的民生是得不到保障 经济的发展就是我们民生的最大的后盾 此外 不少澳门媒体也就夏宝龙讲话发表评论 新华澳报社评说 夏宝龙提到澳门各界是繁荣发展的贡献者和受益者 是希望社会各界可以齐心协力 把澳门国际大都市精明片差得更亮 澳门邮报社评说 没有过去25年祖国坚定的支持 澳门永远无法成为尤静的国际大都市 夏宝龙站位在19号结束他在澳门的考察调研行程 有澳门媒体对比了他去年在澳门的四天考察 认为今年的考察其实的七天 反映了中央政府提高了对澳门的重视和关注 凤凰卫视记者陈乐林在澳门报道 国民党与民众党立委17号立贫立法院改革法案能够三度通过 而为了强先递交法案以及避免民进党杯葛议事 朝野立委发生多起肢体冲突多人挂彩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奇谴责民进党立委 连国民党的女性立委都不放过行为无耻 立法院17号进行改革法案表决大战 民进党立委趁蓝营立委回到座位投票的空档 突袭攻坚要霸占主席台 民进党立委中嘉宾跳上主席台一把抱住国民党立委陈金辉 两拳重心不稳往后摔 场面惊险 众嘉宾最后遭蓝营立委压制在地 民进党缤分多入想爬上主席台瘫痪意识 但都被国民党立委挡下来 场面混乱 有其他人见证的民进党的立委 时间回到清晨六点多 朝鲁立委仅在当面前要抢在议场一开门 率先递交法案 蓝白阵营立委联合作战 看见民进党立委想突袭插队 使出整海战术全力阻挡 与民进党立委扭打在地 朝鲁立委在一场前发生了严重的推起冲突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门的上方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而下方的这个金属片也出现撬开的一个情况 可以想见当时的一个冲突力道是有多激烈 用全武行用暴力用流氓的行径 甚至连微弱的女性立委都不放过 这种行径还在这里公然说谎 所有的影片都非常的清楚 我们再次表达谴责这种无耻的行为 立法院改革法案被视为是新会期的重中之重 内容包括领导人必须到立法院进行报告 以及增加立法院的调查权 人事同意成等 在严立委新手合作 立拼520前完成修法 强化京都立岛 香港金融管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达成合作成果 扩大数字人民币在香港的跨境试点 香港市民可以用香港的手机号码开设数字人民币钱包 并且透过转数块进行增值便利跨境消费 数字人民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法定货币 与实体人民币一比一兑换 香港用户只需要用香港手机号码就可以在香港设立 并使用个人数字人民币钱包 可以在大湾区内地城市以及内地其他试点地区 消费时用来付款 用户也可以透过香港17间零售银行 进行转数块为钱包增值 其中大部分提供及时港元对人民币增值服务 不需要开设内地银行污蔻 香港其实是在内地以外的第一个试点 是可以本地居民 也都用本地的电话号码 是可以在当地是可以开立的一个试点 也是全球第一个是说可以在境外 是通过这个快速支付系统 是同央行数字货币增值的一个连接 目前有四件数币钱包运营机构参与试点 包括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交通银行 目前数币钱包适用于内地17个省市 而是这个地区超过1万件实体商户 也适用于部分线上商户 但就不支援个人之间的转账 值得留意 数字人民币钱包是有限额 包括余额上限为人民币1万元 但比支付金额也不可以超过2千元 经管局表示 数字人民币钱包目前支付限额较少 未来会续步再改善和增加更多功能 经管局认为 数字人民币的使用提升跨境支付服务效率 也有助促进粤港澳大汉区物联互通 凤王卫视谢静亨 香港报道 相关话题马上连线正在香港金钟现场的本台记者 谢静亨 静亨您好 那么关于香港金管局扩大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 各界对此有什么样的回应 您好 天同 其实今天上午呢 就是金管局公布了这个新消息之后 我跟了其中一家就是有 副参与营运的银行就是辽国天 他们就说去年数字钱包公布以来 就是那个香港人登记的数量 还有那个消费的金额也非常正面理想 就譬如来说就是香港人很多时间都在周末 或者是假期的时候使用这个数字钱包 还有呢消费地区主要集中于就是香港口岸附近 比如说福田之类的 然后消费类别的话 整体来说主要的就是零售还有餐饮 就是非常吻合香港人的消费习惯 另外呢我也跟香港立法会议员李维红就是聊过天 他也说今天金管局的新消息非常正面 也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因为呢他说香港人非常习惯使用转速快 然后这个钱包可以用转速快来增值那个金额来说的话 非常便利香港人北上消费 但是呢他也说今天只是第一步 未来相信他还有很多好消息的公布 比如来说呢他觉得钱包未来会增加更多新的功能 包括可以跟其他传统的制服工具联通 还有可以例如可以用钱包可以去搭车之类的 那我现场分享先来到这里 将时间召回主播 好谢谢靳亨带来的分享 由岭南大学与凤凰卫视联合举办的同学们记录电影香港观影会 17日在岭南大学举行 文化体育局旅游局副局长刘震 致此时感谢制作电影团队将淹没的重要历史重新在大众眼前呈现 他认为有助于说好中国故事 这部名为同学们的记录电影观影会全程85分钟 以华南地区教育抗战史为题材 讲述抗日战之时期 以里南大学 国立中山大学等为代表的多间华南学校 在逆境中为了延续教育 师生冒着炮火长途跋涉迁移到越北办学的故事 其中 岭南大学是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者 参与者和践行者之一 曾在抗日战争期间3000校园 对于这次观影会在岭南大学举办 岭大学里副校长刘志鹏形容意义非凡 因为这就是我们在岭南服务那么多年 一直想看到的一个历史当中的一个节点 那么说今天我必须先回到历史吧 因为必须有岭南大学 才有今天咱们这个同学们这个电影 我希望这个电影能把岭大的故事 中山大学的故事 还有抗战这段历史 都带给我们今天 我们看到不少的年轻的同学在这 这个传承就让他们继续下去吧 这部记录电影以史实材料为剧本基础 采用剧情式记录片形式 复刻了历史瞬间 并对当年的亲历者以及其家人进行专访 取景韶关 广州 香港等地 参与制作的凤红卫视电影台负责人 期待未来能在香港各学府发掘 富价值及意义的素材 创造更多优秀的影视作品 这真是我们凤凤电影台的第一部 参与制作的一部作品 然后就希望我们这样风格的记录电影 说着说带着一种艺术品位 文化品位的这种 不管是说小众电影也好 还是说给细分市场的这样的电影也好 能够打动更多的人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正表示 这套历史电影纪录片值得大众观看 相信市民在欣赏后都将有共鸣及认同感 刚刚看了同学们这套纪录片 觉得非常之感动 因为它将我们过去一段 差不多接近阴没的历史 重新给公众去认识 那里面提到很多为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 作出重大贡献的先辈没 都希望有更多香港的市民 可以有机会欣赏到这套精彩的纪录片 刘正序指特区政府高度重视抗日历史 他透露位于烧鸡湾的香港海防博物馆 将改为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 希望未来有更多抗日专题展览举行 凤凰卫视季思青香港报道 粤广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 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广东省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日前印发 当省内发生由于其他因素导致大面积停电时 将打造四级应急响应机制 同时积极与香港澳门沟通 加强大面积停电期间的应急联动合作 近日林丁牧场一号在珠海正式开工 林丁牧场一号作为区块智能化养殖集群的中央控制平台 通过技术创新手段实现低成本 高智能 低风险 高效率的养殖目标 助推传统渔业转型升级 根据深圳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2016至2035 为加强平湖 凤岗之间的轨道联系 规划10号线东沿由平湖双庸站引出 向东经东莞凤岗后至龙岗中心 与深圳的16号线 21号线换乘 截至5月17日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出入境客流量已突破500万人次 同比增长近160% 将2023年提前4个月突破500万大关 目前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每周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班 进出港合计超1400架次 冯王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 4月份内地生产顾景稳中有增 但是需求的主要指标增速有所放缓 4月份内地归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6.7% 比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2.3% 增幅较3月收窄约0.8个百分点 另外统计局官员表示 受南方雨漏灾害影响 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 环比下降0.03% 城镇调查失业率 按年及按月都回落0.2个百分点 达到5% 虽然部分指标受节假日错越 上年同期基础较高等因素影响 增速有所放缓 但工业 出口 旧业 物价等主要指标 总体改善 新动能保持较快增长 国民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积极因素累积增多 在投资方面 1至4月房地产开发投资 下降9.8% 跌幅较首三月 扩大0.3个百分点 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 同比下降20.2% 新建商品房销售额 下降28.3% 两者都较前三月 跌幅扩大 刘爱华坦言 楼市仍处于调整期 在被问及 美国加征关税 对国民经济有何种影响时 刘爱华表示 中国有超大规模市场 并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主要贸易伙伴 经济韧性强 潜力大 可应对外部冲击 回升向好态势 不会改变 凤凰卫视 宋伟静侯友韵 北京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 连放三招 全面放宽住房金融政策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 在商品房库存较多的城市 地方政府可以酌情 以合理的价格收储 用作保障性住房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 为适应房地产市场 供求关系的新变化 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将调整三项住房金融政策 取消全国层面 首套住房和二套住房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政策下限 对于贷款购买商品住房的 居民家庭 首套房和二套房 最低首付款比例 分别调整为 不低于15%和25% 从18号起 下调个人住房 公积金贷款利率 0.25个百分点 5年或以下 首套个人住房 公积金贷款利率 调整为2.35% 5年以上则调整为2.85% 另外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在周五召开的 全国切实做好保交房工作 视频会议上强调 要打好商品住房烂尾风险 处置攻坚战 并指出 目前要着力分类推进 再建已受南交付 商品房项目处置 支持应续建项目 融资和竣工交付 地方政府应从实际出发 着情以收回收购等方式 妥善处置 以出让的闲置存量 住宅用地 帮助资金困难房企解困 商品房库存较多的城市 政府可酌情以合理价格 收购部分商品房 用作保障性住房 并继续做好 房企债务风险 防范处置 和立峰要求 加强统筹协调 充分发挥 城市房地产融资 协调机制 再贷款政策等作用 加强对城市 和房地产企业的指导支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财政部周五开启 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 首发的30年期特别国债 定价大致符合预期 中国财政部周五启动 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 首发的30年期特别国债 中标利率2.57% 贴近市场预测的2.58% 与二级水平也差距不远 投标倍数接近4倍 国债发行前 央行主管的金融时报 援引业内人士报道 长期看中国经济向好的 基本面没有改变 从近年市场正常运行情况看 2.5%至3% 可能是长期国债收益率的 合理区间 不过二级市场因为重磅 支持楼市新政出台而大幅震荡 午后需求转向短端 有助中短期国债期货价格稳收 长期国债则脱离低位 限券收益率曲线进一步陡峭化 10年期收益率回到平盘下方 30年期收益率脱离高位 但仍然上升超过一个基点 至于银行间市场资金供给持续充盈 各回购利率低位徘徊 变动轻微 人行的逆回购操作 连续第11天锁定在20亿元的地量 连同中期借贷便利 周三等量评价续作 全州央行没有资金投放或回笼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搜 节目的最后带您去看一看 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 天童也在香港 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经度是公布带2厘米 也就是20毫米 这个是经度是相当相当高的 目前这个是世界上是罕见的 对于我们这个宁波周三一体化 是有非常大的意义 建成之后来周三 游客会越来越多 体验会越来越好 你把这个视频都刷了 刷了就给我帮你处理 你给我全情商量了 你问我想干什么 商量已经为市场主办 帮给清理出事 据我表现市场主办 帮的部分 你应该是直接 你目前如果跟我没有责任 你需要跟我道歉 让你仔细回忆一下 可能是自己的这个 算了 确实不是你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确实当做自己 和你 觉得不想 做什么 不提供的兄弟 他 其实我 他敢救人 他还是救 我说了 就是人家会跟我 我怀疑 我还没 对 我刚刚就说过 我是自主的 我是没有任何 能不能听到 我怀疑 他说 还是希望你会进化 我爱你 对 你